今天在Toronto Star看到一個新聞 是關於國際學生 當然,如果我是Toronto Star 當然是關於安大略省學生的機會多一點 在安大略省有某一間大學 他們有一班國際學生走出來坐在抗議 抗議什麼呢? 抗議他們那班有很多人不合格 因為他們各個都是國際學生 所以如果不合格,這件事也挺大事 大家如果在這裡讀Stream A的都知道 如果你是拿著這個學生簽證來 你打算讀多少年 讀完之後畢業 不要說Stream A 其他不是香港那些 就拿一個Postgraduate的experience 打算可以留在這裏 做了幾年 打算可以拿到永久居民的資格 打算拿完可以入到加拿大籍 這一個就是很多國際學生都想的 你Stream A都是這樣 不過那條隊可能是短一點 只是給香港人 但有在Ontario有某一間大學 我的連結我會放在Description那裏 你可以看這個詳情 因為他們在印度來了 很多都是印度的 讀了某一課 但是他們那個自己都說 在印度已經有個學士學位 來這裡讀這個課請 就打算留下很多 他們不跟你說也好 即是他們有這樣的預算 但是很多就不合格 再考也不合格 在那裡sit in 在那裡抗議 學校當然是關注了 那學校當然是 即是你那班有很多分數是很低 那那那些學生就說 那個學校特意是肥我們佬 等我們要讀多 即是再考過再讀過 他們可以賺多一點錢 他們滑水 就是在那裏 整個橫額在那裏 那個學校就 看下你們那些分數 普遍有很多學生 在那裏那裏分數都是偏低 讓你們免費再重考 總之就他們 到底誰對誰錯 不過我不在這裏說 但是 即是 我回想一下 我在這裏做學生的時候 是真的有沒有這麼兇死的呢 即是 我讀書不是課課A 但是 有時候 很害怕不合格的 因為 我那時候說到幾十年前 我那時候讀書就不用付這個 那時候叫做Differential Fee 現在叫做International Student Fee 我那時候就不用付的 即是跟這裏的人 是付同一個價錢的 因為 真的不是很多 炒了一碟都不知道有沒有10% 那時候真的 我不是只說香港 或者是 亞洲 那時候很多是馬來西亞 新加坡那些 我不是只說那些 因為我這裏 有很多 Caribbean West Indies 非洲的亦都有很多 那時候 但是說多而已 炒了一碟 真的不知道有沒有10% 真的很少 我那時候幾十年前 所以我那時候 就沒有這個Differential Fee 到最後 我畢業後 才開始 起碼在我這個省 但是現在 那些國際學生 是要付二萬多 有時三萬元一年 即是在Ontario 他們家裡 可能真的不是那麼有錢 有時要借錢 如果他們真的fail了一科 真的挺大件事 要從頭讀 就算讀一科也好 都很大件事 所以他們 又說示威 又說sit in 又說投訴 搞到學校 亦都好像害怕了他 那時候我很記得 在我那裏 真的fail就fail 即是你無法爭辯 無法上訴 但是我做教書的時候 即是前幾年 那些學生是真的很兇的 又說這樣 又說那樣 又說投訴 又說appail 我不是說一定是教那個 衰或者一定是學生衰 我完全不是 因為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 只是看報紙 只知道那麼多 但是在我那個經驗的裏面 在這裏來說 我不是只說國際學生 尤其是本地學生 都是一樣的 因為有很多東西 他們中學的時候 可能那個study habit 是真的很差 你都知道了 大家來到 喂!我那些小孩子 沒有功課做的 沒有功課做的 真的沒有的 很多 如果是香港長大 小四小五背乘數表 我已經很記得了 這裏就不准背乘數表 即是不准 不是說不學的 是不准的 喂!那怎麼辦呢? 那算成數 就拿個 手機出來啦 你不准用手機 就拿個計算機出來 有計算機 要不准用 要不讀乘數 背乘數表 要不學怎樣取數 你知道怎樣按鍵就可以了 這裏有很多這些 在中學畢業 有很多這些學生 不是全部 都有很多 我教數的時候 尤其是 我那時候教微積分 教Differential Equation 這些 如果別說微積分 pre-calculus 也好 那些trichonometry 或者 怎樣計算 除數 分數加減 哪個分數和哪個分數 看看 三分一大 對呀 或是五分二大 問問問人 真是 很多 中學的學生 如果不是真是聰明那班 真是認真學過 真是不知道 你是問什麼 不知道怎樣回答 那就不出奇了 但是 但是現在 他們會投訴的 他說你教得不好 喂 你這些很簡單的問題 不行的 喂 你以前沒有學過 沒有呀 有沒有 喂 即是你不學而已 不是你 不是你沒得學 但是 現在 真的這些學生 是什麼都投訴一下 如果你在這裡做家長 不是說要投訴先生 那個問題就是 因為現在這個制度是這樣的 除非你真是自己落手落腳 是一起跟那些 你的子女做一下功課 看看他的學習的進度是怎樣 還有呢 看看他是入哪班 我都說過的了 這裡 起碼在我這裡 就不是說什麼名校 哪間是好 哪間是壞 當然有好有壞 但是 就算是好那些 亦都是要看看你是入哪班 有些班 是厲害一點的 有些班 是真是 真是很差的 真是說得明白 所以 這一個亦都是問題 好了 說回這些國際學生 那間的大學 都跪下 那樣款 就說 好了 看看 為何 你們會不合格 又看看 和你們可否惡保 讓你們合格 或者看看 讓你們免費的 可以再考一次 那真是 真是很 真是很包容包容 現在 做專上學院 做大學的 很多都是很包容的 無論是 這一個就是 現在的趨勢 但是 那個的問題 就是 有一些的科目 是可以有得爭辯的 你的論點是這樣 我的論點是這樣 那也有得爭辯的 有一些的科目 如果是 好像我剛才說 加減乘除 那個答案是什麼 什麼就是什麼 你不能爭辯的 你是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的 但是 現在 都要爭辯一下 沒辦法 所以你在現在這個環境 大家真的要體諒一下那些教師 因為一來 很多的班 裡面 有很多 如果大家 從香港來都知道 可以看到那一班 有很多 例如英文不是他的第一語言 一來來到 什麼都聽不懂 學校又沒有這個 這樣子的 配備 看看有沒有 ESL 就算有也好 如果有一些 呼呼顯顯的 或者是全班ESL的 坐在這裡說 學英文也好 好啦 個個都不說英文 這個真的很糟糕 也說到現在 在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當然 我們個個都是 受益的那一班 看得我這個頻道的 但另一個問題就是 說就說受益而已 但是這裡的政府 他們有沒有好好地做準備 預料有50萬的移民一年來的時候 有沒有好好地做準備 房屋是夠 醫療是應付得到 教育是頂得順 好像沒有這樣想過 這一段 對於一些新的移民來說 有時候找不到這些服務 是吃虧的 但是普遍來說 香港人的適應能力 都是很高的 希望他們可以銜接得到 雖然是辛苦一點 一定有一些人不行的了 但是不行的時候 要不要在街上示威 又說sit in 又說抗議 這樣子 這個你越這樣搞 本地的人就越罵得你多些 很簡單而已 說回加拿大移民政策 每一年給50萬人來 我們做移民的 新移民的當然是高興 真是很好 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有這麼多屋可以給你住 或者現在的屋價貴了 然後就逮捕了 這一班新的移民呢 如果你想想 這些這樣的樓宇政策 是十幾年前一直都是這樣拖的了 這裏如果大家知道 建一間屋 尤其是大的宅屋 是不容易的 不單止是要錢的投資 當然了 也有很多的例子 要慢慢來申請 當然現在都可以說是快了些 但是剛剛來講 apartment 、condo 這些建築 但是當然了 那些建築商當然是為了賺錢 當然luxury那些 打算是建築那些 大眾化一點的 就很少人會起 還有呢 有一件事 這裏的稅制 稅務的制度 一會兒又說升值稅 一會兒這樣那樣的regulation 尤其是現在的利息這麼高 那些發展商就寧願 如果真的有錢也好 不宜 就買了債券 他就算數了 即是不用那麼頭痛 當然 如果你是 建屋、炒屋的 當然可能會賺多些 但是當你的稅制和利息 那麼高的時候 很多就不宜 就不要頭痛了 所以就會拖慢了 無論你政府怎麼賺也好 都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普遍人來說 就不會是罵個政府、罵個政客 罵的呢 就罵什麼呢 喂 新移民多啊 那就罵了些新移民先 這個就是 因為他們 第一眼見的就是見這些 就不是說見一下 研究一下 三、五、十年前 那些遺傳下來的制度 一直都不修改 那就越搞越碎 那就不想這些 以前 我在香港的時候 就有一些老友在政府做事 他們有一句話 不要說只是香港政府 這裡的政府一樣是這樣 隨事會是更差一點的 就是什麼呢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就沒有錯 如果你是做政客的 什麼都好 少做就少錯 不做就沒有錯 如果你是做政客的 那什麼時候就怕被人罵 所以 千萬不要想了些 計劃 打算有什麼大改革 那這樣 因為 無論是什麼改革都好 一做這些事 一定有人說你錯 所以多做就多錯 總之你保持著這個位置 就不做就沒有錯 就一直說 對啦 總之行就行 不改不改 明知 可能 下幾步有問題 都不會是避 都不會是改 因為 一說要改 一說要做事 很多人 顧得利益 就會阻礙著你 全世界都是這樣 不可以說是香港 什麼國家 在這裏更加是這樣 因為 隔四年左右 又來一次大選 一定有人罵你的 一定有反對黨罵你的 做反對黨 在這裏就很享受世界 一來你就有人工 一來你只是反對就可以了 有什麼好竅 你就任你說 你的好竅 你不用做 你做到出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錯 你那些 任你 在你做反對黨的時候 就罵別人 什麼什麼 點名 醜化別人 這個就很容易 到真的反對黨 做了執政黨的時候 看下他們 是會不會 真是可以 將他們所謂的反對 喂 如果你不贊成的 你有什麼好竅呢 也都是沒什麼的 真是 可能 就越搞越和 都不出奇的 所以這裏 大家要看下 還有在 Description那裏 就看下這一班 國際學生 印度來的 現在的情形 是怎樣 說開又說 總之那一間的 總之 有五十幾個百分比 都是國際學生 來的 如果 我 前幾個片都說過 如果大家在這裏 讀 Stream A 或者讀完Stream A 看著我的網友 你們讀書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 那麼兇死的呢 如果是 你就不妨留言 如果你說不是 我是純粮都不得了的 煮到來就吃的 你亦都在這裏留言 那